哈喽 大家 我是小景 今天咱们在家里面拍个视频 分享一下数码行情 这个的话是咱们在市场逃回来的a4 插卡六四的版本 苹果12同款的a14处理器 而且这个是全面屏的设计 支持二代比 显示效果和声音效果的话都非常的棒 这个的话是2799米就可以安排 这边的话还讨了很多安卓和苹果的手架 咱们一一介绍一下 这个是妹的20坡了 只要850米就可以安排 为何这么便宜啊 就是因为这个屏幕有点老化啊 在白色界面的话比较明显 在其他界面的话是看不到的 这个是妹的三年坡了8加256g 这个是社会换出来的 所以的话整体外观的话都是非常不错的 电池的话也是全新的官方的原装电池电池效率的话也是100电池效率 售后换的话都会带一个百战啊 因为这种机器的话 城市好的确实非常非常欺缺了 所以选这种机器的话只比二手贵一点点 还是非常划算的 只要2699米就可以安排 这个是p30polo8加256也是有点老化的话 这种的话 它比正常不老化的屏幕的话便宜300块钱 可以说差不多扣了一个整个屏幕的价钱了 8加256只要1150米就可以安排 现在我拿的手中的话是全新的三星折地瓶 最新的五代 然后的话是全新带票啊 国行的话官网的话是8400多米 然后这个的话足足便宜2000米 同样是官方保修的 这一台呢是在市场讨回来的14派拉斯168 这个是有所的 现在还没有开卡槽 整机的话可以达到9899星嘛 没什么磕碰 也没什么划痕 咱们的话是拿回家测试好了 然后再开一个双卡的卡槽 这样配合卡贴就可以使用了 3550米就可以安排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这个的话是s544啊 整机外观的话都是非常亮啊 这个手表的拿回行情的话是900 但是在市场拿的话 它只有一个单表头啊 像s5这样的老款机型的话 很难逃到承受 非常好的 这个市场拿回行情的话是900米 咱们的话都会送原装的充电器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小丁 咱们下期见